一個好的手套 職業用的手套 他要較長、較軟 手毛的大小 頭手、二油、三的、外的 每一個球員都不一樣 三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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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才第二局 對方頭手 什麼球裡面的時候 先放在這裡 沒菜 要去不站裡面的時候 要站站站站 每一個環節都不能放鬆掉 好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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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早期這位棒球隊 他們要賣專業的手套 都一定要跟日本賣 價值是非常貴 他們不一定會贏 棒球手套 它是最重要的一個收尾工具 這腳沒有標準的手套 在比賽當中 它如果漏了一顆球 可能這顆球就輸了 所以我就決心說 要好好開發 自己台灣本土的品牌 讓我們本土的技術 做出我們本土的技術 對職棒二年開始 整個台灣的棒球 整個都封起來 通常假日 為了票房的關係 聽到 他就是都會安排陳毅信 米傳就是安排 黃平洋 兩個對決 都買無票 都要買黃牛票 所以這是想說台灣那時候 職棒會做的順況 棒球用機的市場 都一直蓬勃發展 才會這樣 但是他那時候 給我開一個條件 就是說叫我品牌 如果能夠收起來 美金融演繹給我們代工 我回去三天之後 我跟他回家 說 我還是 經營我們自己的品牌 這樣 其實 但是在台灣 要走出自創品牌 真的是比其他的國家還要難 我們的品質 做的 絕對不會撕給日本貨 我們的價錢 就只有日本貨的 二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不見得 台灣的消費者會接受 對 補手 身材比較小 他在掛要輕 二壘跟游泳手 他們不是在接球 他是在動球而已 接球點要做得很淺 球進來他爛很快 馬上傳給本壘一壘 或者傳給三壘 外野手套 他的手指很長 這就是要增加手臂的範圍 讓他能夠補到球的面積會更大 手套就是這樣 打手 手套戴進去的時候 跟他這個手掌 好像是貼合的 這是一種 我們做專業手套 就是說一定要有的概念 一陣子就有一些同業 在形容我們雙台 那時候就趴到壹山快登頂了 登頂沒有成功 從壹山的山頂摔到山底下 輸落超了一個月 想到兄弟對的老教徒正經 不許給我叮嚀 老闆 一定要撐下去喔 我當時會感動到老百姓 你說這條路更辛苦 我也要有那個精神 還要走下去 對 江志賢這球扛起來 棒子已經甩出去了 再見全力打 在九局下半 鍾信兄弟從幕後四分開始追擊 在九局下半 還沒得到 還有一個都是 感谢观看